Hello 我是雅恩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11月的Bullet Journal Setup 好 那我11月的封面葉是長這樣子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銀杏這個植物是算秋天會轉黃的一個植物 所以我就用銀杏的葉子來當作這一次的主題 那這是11月的那個月計畫這樣子 然後左邊這邊是我覺得還蠻適合秋天來聽的一些歌 那所以其實就是一些抒情歌 然後都算是有點悲的悲傷的一些歌這樣子 那右邊這個playlist因為我格子畫的比較大一點 所以就是只有四個格子 那這一次我的洲際式是用八宮格的形式 然後有空白的地方就也是用銀杏葉填滿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 第五個禮拜 那因為第五個禮拜也只有三天 所以我右邊這邊用一樣從那個Snooby的日曆裡面揭取的一個畫這樣子 好 那這個月的setup就到這裡囉 好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十月份的那個Bullet Journal的一個主題 那這一次我選擇是露營 那其實一開始是我不太知道要畫什麼 然後就是想要畫一個很peace的氣氛這樣子 很和平的感覺 所以我就選了那個露營做我這一次的一個主題 然後去露營當然就要生螢火嘛 所以就是畫了一對螢火這樣子 好 這是我的那個月計畫的部分 那其實就是一個很空白的一個樣子 然後目前其實只有兩天有做一個計畫 然後我的playlist 還有我的那個quote 就是那個我選的一個句子 也一樣是從我那Snooby的那個日曆裡面選取的這樣子 好 那因為第一個禮拜只有兩天 所以我就畫了兩天這樣子 那這一次我用的也是比較單色調的一個顏色 然後一樣因為會有一個空白頁 所以我又選了另外一個quote 然後第二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 第五個禮拜 好 那這一次十月份的大概就到這樣子 下集中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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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